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媽媽 其實她是比較胖一點 要換骨關節 體檢報告出來說 糟糕一個肺癌在心臟的後面這麼大了 那怎麼辦 是我家裡比較小 但是我是比較可以說服大家說 這樣子啦 就是能夠吃藥不要 就吃標靶藥物 就不要做化療 不要做電療 讓她快快樂樂的就 然後就每個禮拜我就要帶她去吃這個天香爐 她最愛吃那個什麼 或是去旅行 然後最後這樣一直過了兩年半 都沒病喔 就去太魯閣 去梗町 去資本溫泉 到後來都忘了她是生病的人 我就載她去河環山 因為所有地方都有去到沒地方去了 清淨農場 清淨農場說再上去就河環山 我們就先開一看 就開一開 開到那邊就高山鎮 趕快回來 從此就開始化作 快樂了兩年半 媽媽也是跟我講說 你看這個不好走 我不是我發白 你會來這樣背我 家在我有發白 我聽得出 還好我生病你才會來陪我耶 不然說你從來都是在電視上看 你在那邊被罵 從來沒有來 從來沒來看過我 從此我就開始在寫這些 給兒子的一封信 老了要怎麼辦 我講一下 我不希望有墓園墓碑 我把它丟在最美麗的地方 把它放在七星潭 我們花蓮的七星潭是最漂亮的 然後我的骨灰 我希望放在核 一點點放在核 那象徵性的意義 但是我兒子有一個條件 每年必須要來看我一次 那個我很有良心的 那個只要爬兩個鐘頭就可以到達了 我如果對我兒子不好一點 就把它放在核翻北風 不是核翻北風 放在南湖大山 那個要走三天 如果再不孝華 我把它放在最遠的 我們叫安東軍山 要走四天才走得到 不過雖然是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看那個文章 其實覺得好笑 就是我沒有那個叫追思會 就省了白包 但是你如果要先包的也可以 先玉角 現在就交 至少我用得到 你以後交給我兒子幹什麼 所以每個同事都說 好 那我就在網路追思會 再看你就好了 我一定來了 剛剛葉教授這樣一講說 他走以後要把那個骨灰 灑在七星塘 對 那我想我人生的最後一年 每天去那邊看日出 然後我會看到那個 海面那個七星塘 會飄一點點灰 我就會說 葉教授你好這樣 那我因為看到葉教授寫說 他想把他的那個骨灰 丟在那個七星塘 我其實也想好我要怎麼處理 我的處理方式剛好跟他不一樣 因為他是丟到海裡去 我想種在泥土裡面 然後我也不要墓碑 我也不要墓園 我只要種在一個樹 兩棵樹的底下 其實我為什麼叫小野 是我爸爸小時候 娶我一個小名叫做小野 那他就用一個古字 又是酸木林 種在一個泥土上面 那那個字是 你去查那個Google什麼 就是野字 所以我一想我爸爸在我出生 就已經決定我的死亡方式 那我應該就在我的那個 泥土上面種兩棵樹 所以我已經交代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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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